假新聞我們舉一個例子 就是前一陣子大家講的 拜登說我們有一個毀滅台灣的計劃 大家吵這事情吵了好久 好 那這個你等著看我們的台灣毀滅計劃 我們就看他的這個流傳 左上角這個人大家如果知道的話 知道這個新聞的話就知道 這個人叫做Garden Nixon 那他是一個你說是專欄作家也可以 或者是在就是在網路 主要是推特就是西方人比較用推特 在推特上面專門寫這個諷刺搞笑 然後批評很尖刻的批評的文章 或是評論的這樣的一個專欄作家 然後他就他就講了這一段話 然後這一段話就被這個蔡政員就看到了 看到了之後就說 你看這個Garden Nixon這個專欄作家 然後就開始編造 從他也有然後其他的民主也有 就是說我其實不確定像蔡政筠 或者是後來郭正亮這些人 到底知不知道這個人是誰 但是我們在一些節目上會看到 就talk show上面會看到 這些民主就說 這個人多麼重要呢 就是 嗯 我忘了聽過一個說法 就類似 什麼拜登一早起來 一定要先看他的評論 然後是這個民主黨的大咖這樣子 然後他是支持這個桑德斯 對他是支持桑德斯 好像是事實啦 那你看張德斯這個多重要 這個民主黨的良心 所以他是這個民主黨的良心的 重要支持者 所以就良心中的良心 大概就這意思啦 好 那這個這個這麼良心的人 他告訴你一件事 就是說拜登說了 我們有一個台灣毀滅計畫 這樣子 好 然後就被媒體報導 然後媒體報導完了之後 還驚動了誰呢 驚動了中國外交部 就是這個這個是那個發言人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叫毛寧 然後還有人就拿到這個 中國外部記者會上去問他 然後他就回答大概的意思就是說 看這個 美國確實有一個毀滅台灣的計畫 美國人自己都講了 然後這個美國人自己要解釋 然後後來到了兩會 好像連琴剛都 就是新街外長那個琴剛 好像都講了一次 說那個美國人自己要解釋 這就是有毀滅台灣的計畫 所以這個 這個美國人對台灣不安好心之類的 就我們建設台灣 美國人要毀滅台灣之類 反正就講這些話 但是這件事情到後來 到了2月25號 我們有一位同事 一直在盯他的推特 他就貼了一條影音 這條影音很好玩 你現在去找他 他就把他聘在最上面 就是一直置頂 你知道 因為他 我不知道 就可能被人家幹搞得受不了 就是因為他 他這個下頭其實好多人去質問他 或者罵他 或者什麼東西 就是你胡說八道啊 什麼什麼的 然後後來他就 自己就貼了一條影音 這條影音很長 然後再講五十幾分鐘 就快一個鐘頭 然後我們同事就 大概花了一個鐘頭聽 他講話又很快 然後又不清楚 然後我們還請一個美國同事 再聽一遍 就說確認我沒有聽錯 然後他就告訴你說 今天他花了好多時間去解釋說 我說美國有毀滅台灣計畫 確實是 我相信是有這個事的 我相信 我相信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美國智庫的兵推是怎麼怎麼樣 然後哪一個學者說什麼什麼東西 之前有這個政策文件 看起來很合理 最後結果就是怎麼樣 但是 在影片十三分05秒的地方 他就講說 任何有在追蹤我推特的人 都知道我天天都發Breaking News 然後我的白宮內線消息 然後我隨時都有克里姆林宮的這個內線 這些東西全部都是satire 都是嘲諷 有一點像是我們今天有一個 有一個網紅隨便 比如說博恩或者是誰 他告訴你說 這個我今天有一個內線消息 這個今天最大條 就是類似這種語境出來的東西 那你常在看它 或者是你很習慣 這個英美的這種 這種文體的人 你大概就很 你就會很習慣說 這東西你天然知道它是假的 但是 但是這些宣稱它很重要很重要 但是其實我感覺不太認識它的人 你就會把它的東西當真 然後傳的時候呢 這個媒體在 現在的這個環境之下 你好像也沒有太多時間去查證 就有人說這個某個星死了 我們大家就先發再說這樣 就生怕漏了新聞 然後完了之後 也許這個比較負責任 或者你夠資深 你人脈夠多的人 看了覺得 怪怪的 然後開始去打電話問 但是你第一時間你還是被迫要發 就在現在的這個輿論環境裡面 你沒有辦法 你還是被迫要發 但是只有少數的人 有時間回頭去看一下說 那一直叮叮叮叮到最後 他終於在2月25號講 告訴你這個假的 而且不是我故意造假 就是我本來就是這樣 就是你們大家都誤會 就是你們都誤會 就是也是這樣 其實沒什麼好罵他了 因為他從來就是這樣講話 但是只是我們在 後來的這個新聞處理的過程當中 我們輿論傳播的環境 以及網際網路這種 讓人家沒有一點點 查證空間的這個 的這個情境底下 造成了一個假新聞 那這個假新聞浪費了 我們一大堆的時間 一大堆的版面去討論 討論完之後就是一場空 什麼都沒有 大家都被騙了 劉恩正來活著